我們上到哪邊就跑到哪邊 我想應該是十五張是叫過完的 不會不會 要是擺英文好吃 好,我們要繼續討論這個 這個共惡的雙線的系統 這個共惡的雙線的系統 那,你可以答應的 我們再跟各位介紹過 一個很重要的例子 你會知道 1、3、9 我們跟各位提醒過一件事情 在一般正常的單件呢 它是大概1.4m 可是呢 我們看到這一個 這個 這個 丁二C 丁二C 它的這個系統裡面呢 它的平衡單件的位置呢 距離變成是1.48m 它的雙線會協助在米曼尼 所以協助這個連拼的 雙線的部分呢 則是在1.34m 傳統來講呢 一個單件距離在1.54m 雙線在1.33m 所以呢 它的單件變短 雙線變長 代表什麼意思啊 代表呢 它呢 出現了這個 中間的這個雙線部分呢 出現了 所謂的 這個 我先把它畫出來的共振式 共振的這個結構出來 當然這個共振的結構裡面呢 它是主要的共振者 它是非常非常少量的共振者 我們講過這件事情對不對 一個分尺度的共振是 表示它有多個類似結構 但是不代表你可以分離出它 不代表它們的貢獻度是一樣的 會有主要的這個 這個minor的這個貢獻者 在這裡面來講 它是一個最主要的貢獻者 雖然它有受影響 但是影響不會只是那麼大 所以代表呢 它就出現了 胎電池呢 到處跑的情況 怎麼樣到處跑啊 它可能出現在 這兩個雙線上 它可能出現在中間的雙線上 而且呢 那末根會帶上不更正 這種情況 所以表示什麼 這個雙線呢 不能夠用單純的一個拍的 這個單一的拍的 然後就過來去形容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要仔細去看喔 不知道我要怎麼去形容這一個 雙線的這個 我都會指好 拍電子的這個行為喔 所以我們要看到它 這是我把它給成這個展開的形式 就是每一個碳上面呢 都帶有一個沒有用到的T軌域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每個碳都是XP2啊 記得嗎 每個碳都把它的一個X跟兩個P 拿來做自己本身的原子混層 原子軌域混層 它還留下一個沒有用到的P 這個P呢 帶在碳上面 而且每一個碳上面呢 都有一個自己的電子 帶在P軌域上面 這四顆電子呢 如果都不動 代表什麼意思啊 這四顆電子呢 要被局限放在 1 2 3 4 這四顆碳上面 它不能到處跑 它只能放在自己的這個碳上面 有什麼意思呢 這四顆電子呢 它的軌域呢 會是在四個P軌域 每一個呢 自己沾一顆 我直接在這種狀態 可是顯然不是嘛 為什麼知道不是啊 我多話給你看呢 它形成了開箭 所以講的是什麼意思啊 顯然是電子跟電子之間 它是有彼此的這個交互作用 產生新的軌域 然後呢 形成一個穩定的人接 它才能夠呢 讓你的電子呢 填進去一個比較低的位置 所謂的這個電子寫出來 所以我們先從 最簡單的 拍的Mark-2 Orbital 開始跟我們講起 這是Mark-2 Orbital 跟大家講起 最簡單的是誰呢 誰S0 原來是在附近你 但因為我們很久前講M0了 我還是要跟你提醒一次喔 S0長什麼樣子啊 長這樣 這是一個乙烯的鐵口 這個儀器結構裡面呢 跟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一樣 它呢 一樣是一個碳上面 用了自己的三個魁域 形成了SP-2 接著呢 在上面呢 有有一個 每用到的P魁域 上面特製在一個拍電子 如果我要去描述它的時候 我會告訴你 這一個拍電子呢 它是出現在怎麼會成呢 是現在 P-P兩個 這個 因為它的電子還在上面 不是嗎 對不對 我現在是跟你描述 它第一步的動作 我給你描述它第一步的動作 它的電子還在上面沒有錯 你可以想要什麼事情啊 你可以把它想要成說 我們是拿出一個P 跟另外一個P 這個兩個碳上面呢 各自帶有一個電子 大概什麼地方上面啊 C-2 像SP-2的那個碳上面 對不對 這兩個電子要交互作用了 交互作用之後得到什麼東西 得到一個 這個 新的 M-O 得到新的M-O 什麼得到新的M-O 什麼得到新的M-O的 一樣嘛 利用它們的P-果律的這個 這個 這個 會方形去做加成 以前我們學會叫做 我一定的坦平寧選 他會去考慮 用分子果律 原子果律的這個線性價格 去把它轉出來 從來 得到什麼東西啊 得到一個比較低的 所謂的 P-bonding M-O 這邊呢 得到一個 P-star N-Pi-bonding M-O 為什麼這叫Pi-bonding-M-O 這個開詞呢 是什麼意思 指的是 它不是Sigma Sigma指的是 我的 兩個雲子均的 第一個線性 這個Sigma 所以這兩個碳 之間 這個線性 也會表示吧 它是一個Sigma吧 所以它是有一個Sigma 方平的M-O 什麼來的 一定是這個碳 跟這個碳之間的 這個 sp2的碳 遇到的這邊 這個sp2的碳 你看 新三個 Sigma 記得吧 這是我以前所學過的 點進來 得到一個Sigma M-O 所以這兩個鏈子 就點在這個s 上面 這一段 能階差 代表就是什麼 你要打斷這個Sigma 方平需要的能量 所以這個能階差 一定要很大 因為Sigma方平比較難打斷 我的piM-O呢 這個能階差 其實是比較小的 為什麼 因為它是 從側邊這樣子 產生電子的功用 不是頭對頭的方式 所以它在原子之間的這個密度 是比較低的 我們要給它看過 好 那我就會拿它自己的一個p 上面的這個軌域的p 在這裡 跟右邊之間 看上面的這個p軌域 上面一個電子 重新螺合成一個新的分子軌域 什麼叫分子軌域 兩個電子之間去共用軌域時候 所新增的寫分子軌域 原子混成軌域是什麼 我自己這個中心原子碳 拿我自己的原來原子軌域 自己去做混成 得到sp3sp2sp 這叫原子混成軌域 所以分子軌域指的是 兩個原子之間所形成的那一個軌域 也就是你形成的間結 形成間結 這叫分子軌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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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分子軌域呢 我拿出一個p 拿出一個p之後呢 我要得到兩個新的 為什麼說這件事情 如果他們兩個人結合之後 沒有物力 幹嘛要結合 所以結合之後什麼物力啊 我讓兩個人 舔到一個能結比較低的位置點 穩定下來的 所以這邊 這個能量是還要注意的 我成件的時候是什麼 放個適能的過程 我要斷件的時候是什麼 把這個地方打到這個地方來 它是稀能的過程 所以這是一個分子軌域 間結成立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很重要的關鍵 所以到今天你就知道什麼事情呢 知道說如果我的關鍵是對的 我是我一個碳上面的p拿出一個電子 右邊的碳上面的p拿出一個電子 結果點到一個p的m 表示什麼 我這顆電子啊 不會只出現在這個碳上面 這顆電子呢 也不會只出現在這個碳上面 可是什麼 它會出現在這兩者之間 它這兩者之間共用 讓我的這顆電子同時也滅下來 好 我們進一步的來看 那如果我把鬼給畫出來 會長成什麼樣子 每一個這個p鬼呢 形狀呢 都長得像 亞星星 p鬼長得像亞星星 我p鬼跟p鬼放在一起 是能拍見解的時候 要什麼形成這個見解啊 它是要怎樣靠 它是這樣子靠過來的 是這樣子靠的 好 我現在靠過來的過程當中呢 就有兩個可能性了 對不對 一個可能性是什麼 當我的兩個碳靠近過來的時候 兩個碳靠近過來的時候 我的相位是一致的 比如說我電子靠過來的時候 電子是一個助波的形態 對不對 我靠近過來的時候呢 有電子的波 裡面的波一直靠過來 有波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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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過來的過程當中 在兩個因子中間形成的是什麼 一個 限射性的overleving的時候 表示什麼 電子在中間找到精度是最高的 什麼意思啊 我電子的兩者之間是被共用的 因為我在中間找到那兩個啊 對不對 所以呢 這個地方真的是所謂的方便 這是所謂的方便 如果呢 我的電子兩個互相靠近的過程當中 利用的方式呢 是形成了一個節點的出現 這個一個節點的出現 這代表什麼意思啊 我在中間這邊 兩個人是 兩邊相對是剛好是逃避的 所以我畫出這個 我畫出這個A塔 它剛才能積會是對不對 如果我把強強成說 這邊是剛好是有碳的這個點的時候 我把兩個互相靠近過來的時候 兩個如果剛好是這個破壞性的 overleving的時候 代表什麼意思 正對負負對正就被打拚了嘛 就像兩個柱波兩個互相靠近過來 剛好波峰做了波物 中間變頻了 變頻大概什麼意思啊 我兩顆原子之間是找不到電子的 啊兩顆原子找不到電子 什麼意思 兩顆中間不成見啊 這個是什麼 這兩個電子被排斥在外 是被排斥在外的 所以呢 這中間是沒有辦法發現電子 這樣就叫一個no 叫一個no 沒辦法先成見電子可能是什麼意思 它就是反間解 所以這是一個反間解的mo 這一個反間解的mo 好 這建立了我們就只認識了 π的molecube orbital的四個位 π的分子軌入力的間解 好再來一次喔 兩個碳 相鄰兩個碳 都有空的b軌入力 都有一個電子在上面 這兩個電子呢 要互相的交互影響 要怎麼互相影響呢 它可以只站在你碳上面 代表什麼意思啊 你只能在這個單上少的電子 只能在這個單上少的電子 中間是不能夠出現任何的電子 而且我們這間電子比較少的作用 第二個選擇 這兩個電子的軌入 互相重新的建立一個新的分子軌入出來 兩個原來的軌入 原子軌入 互相靠近之後 一定要生成兩個新的分子軌入 這叫軌入無面 對不對 我用幾個軌入來就換出幾個新軌入 我本來是等能階進來 換出新軌入之後 要得到什麼 要得到能階的排序嘛 所以能階數目不變 可是呢 它的能量是會不一樣的 能量是會不一樣的 就是能量的不一樣 才會告訴你有一個驅動力 讓我們電子 到一個低能階的位置來 形成電子的共降 也就是所謂的間階出現 這邊是一個 嗨的MO 這邊是一個 嗨的M太方便的MO OK 這個這邊沒有問題 假設這個地方呢 你是瞭解的 那我們再進一步來看 看個這個例子 假設你是理解的 那你會想說 欸 學會PiMO的 S依靠住我們 所以呢 形成所謂的松建意思 代表說什麼意思呢 是 火的相位相等 這兩個電子 產生這個 這個電子的排列 開電子的共用 對不對 在這邊形成漸解 在這邊也形成漸解 這邊是什麼啊 這邊是一個雙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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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是一個單劍 結論上應該是這樣子嘛 可是呢 就這邊告訴你 它現在這個分子呢 時距離量測它的時候 算是不對的 中間這個劍呢 出現了所謂的 部分雙劍的特性 出現了所謂的部分雙劍的特性 加上呢 你就要做一個深層測的設定的時候 有發現什麼 這個分子呢 這個分子呢 它的深層測呢 它的穩定度呢 是高過 你假設說 這兩隻獨立的排列椅子 這個穩定度 其實它是什麼意思啊 這兩個雙劍啊 彼此之間還會有交互作用 還會有交互作用 在什麼地方出現呢 只有在延續的 這種sp2的結構當中才會出現 交互作用 你是說那個bcating system 兩個雙劍之間 只能夾一個單件 不能夾兩個單件 也就是說 所有的碳都必須在屁股上 它才能夠有共用的屁股率可以使用 有共用的屁股率可以使用 好 所以我們如果要描述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就知道說 這件事情不是真的 它不是只有把快電子局限在這裡 也不是把快電子局限在這裡 我應該怎麼考慮啊 我應該呢 把所有的電子拿來統籌管理 一起考慮它 一起考慮它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呢 如果我今天要看的是 這一個UX1 屬於答案影的時候呢 這四顆排檢值呢 會一開始呢 出現四個P軌域 為什麼四個P軌域 這邊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這四個單各出一個P軌域 有問題嗎 沒有問題我把它畫下一點 因為我要畫幾個都可以把它畫進一邊 這四個P軌域大概什麼意思 這四個P軌域跟電子都不互相作用的時候 它們是放在原來是起碳原子的P軌域上而已 所以這四個P軌域呢 各出了一顆電子出來 這四個呢 開始互相的交互作用 四個P軌域呢 就要出現新的四個 新的MO 對不對 我拿四個就換出新的四個啦 換出新的四個呢 哪四個呢 都會換出新的 新的四個能界出來 這是經過計算的結果 經過WayFung 波函數的計算出來 但是呢 你可以去理解 它在那四個的時候 你看怎麼畫湯 給湯都能出來 好 我有四個這個新的能界 這四個新的能界關注到什麼事情 關注到我這邊是可以怎麼排列嘛 是不是最穩定的 有沒有出現反見解 每出現一個反見解是讓你的能量就往上提升一次 對不對 所以呢 最低最低能界你可以想像得到 這四個呢 大家相關都一致 比如說什麼意思啊 中間電子是跑來跑去的 這就跑來跑去的 中間跑來跑去的 你會覺得奇怪的是什麼 畫成機構畫出四個翻圈圈出來幹嘛 我們來這邊講吧 我這樣要給你看的是什麼呢 是這四個看 這四個看 它上面的四個皮鬼域 在新的四個拍的某裡面 它的這個 每一個皮鬼域呢 它的背是什麼拍的 讓它面前只有能量高度的區別出來 能量高度區別出來 這是最穩定的 為什麼 因為四個的相關都一致 這就表示什麼東西 它們Skins呢是在四個看中間跑的 沒有任何阻礙 沒有任何阻礙 接下來它出現第一個 會有一個不穩定的能界出現的 所以呢 它出現第一個不穩定的能界出現的 是一個 開始出現一個Node 這兩個之間呢是可以共享的 這兩個之間是可以共享的 可是它們之間呢 是一個Node 這邊是正對復歸正 所以這是一個Node 一個Node代表什麼意思啊 這個中間這邊呢 這兩個看之間的這個皮鬼域呢 是A9方園 生態方平 為什麼生態方平 我兩個他互相靠近 兩個變革互相靠近的時候 我的正對到它的負 我的負對到它的正 不是離消掉了嗎 這表示電子不遷到你東天 這個東西代表什麼意思啊 這一塊 黑這一塊是A2開來的 彼此就是各個互相共享 對不對 這是概法這個意思喔 那下面這個它什麼意思啊 這四個全部都共享 所以呢 在四個裡面呢 這三個 還會出現三個 Bunding 這兩兩之間呢 都是 相位都是Touchardic OLAB 建設性的這個OLAB交集 所以出現也是三個Bunding 往上提起出現兩個 一條Bunding之後呢 順勢就減少了一個Bunding的存在 變成一個Bunding 所以這兩個還是維持著Bunding 是我們講到 我畫到第二層 我畫第三層 第三層 第三層 表示什麼意思啊 我要出現兩個Node 我怎麼畫出現兩個Node 呢 表示呢 這個中間開始出現了兩個結結結出來的 那兩個結結出來的時候呢 只有這中間的地方呢 會出現相位相等的Bunding 這個怎麼畫出這樣的結構呢 是經過機算出來的 但是你可以畫的出來 你還想畫的出來 一定是什麼 沒有Node 一個Node 兩個Node 三個Node排上去的 但是要複雜系統 是用機算出來的 好 然後呢 出現了這邊的兩個 NPi房間 第四層 你怎麼知道要畫四層啊 因為我們有四個冰果律啊 所以你一定要畫出四個啊 你不能讓它不見啊 所以他說第四層的時候 你要知道 它會出現三個Node 三個Node 好 我要出現三個Node的時候 怎麼畫它呢 這個Node 很簡單啊 為什麼 它一定是兩兩都是 呈現反向的 有可能出現三個Node 大家都是一直在互相排斥的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出現的是什麼 藍色的這一種 NPi房間 那它們出現的是什麼 藍紅對綠 可是正對負 負對正 不就是出現NPi房間 你只要是正對正 負對負都是房間 都是房間 對不對 好 你出現了三個NPi房間 所以 最穩定這個是 沒有Node 接下來呢 出現了一個Node 接下來呢 出現了兩個Node 接下來呢 出現了三個Node 第一個是提升上去 第一個是提升上去 出現了三個Node 然後呢 出現第一個 這個Node 沒有Node的時候呢 我呢 是給了三個 房間 三個Bonding 三個界點在這 這邊呢 則是怎麼 兩個Bonding 加上一個NPi房間 好 你把它扣掉之後 剩下一個Bonding 剩下一個Bonding 這個地方呢 則是一個Bonding 應該想加上 加上 兩個Anti-Bonding 你把Bonding跟那邊抵消掉 之後呢 它告訴你的數字 它靜止是給你的 N-Ti房間 最高的這一個三個Node呢 則是給你三個N-Ti房間 好 好 你把腳步拐 接下來我要告訴你 我要告訴你 他哪些的分布喔 我要告訴你 他哪些的分布喔 打血下來 然後我要告訴你喔 我考試可能會考你畫畫看喔 你能夠解釋它 你一邊畫畫一邊在聽我講喔 我一邊畫的過程 我們現在告訴你什麼事情啊 這開始有點搓相了 不像我們這間學的有機 反正就是碳打氧 氧打碳 碳在去接的清 碳被拔的清 就這些東西而已 這邊要告訴你的事情是 一個 我們之前有學到 但是不熟悉的見解 叫做Pi房間 它的電子是怎麼共享的 這個Pi鍵怎麼出現的 我們都知道Pi鍵怎麼出現的 Pi鍵呢 建立在一個既有的SigmaBonding上面 你一定要有第一個 介紹第二個鍵啊 對不對 我既然建立在第二個鍵捷 建立在既有的SigmaBonding上面 這是什麼 它拿出來使用形成Pi鍵的 這個電子呢 是放在P鍵上 放在P鍵上 為什麼 因為當我的中心原子 做原子鬼混成的時候 要馬上是SP SP2、SP3 所以你剩下來的一定都是P 對不對 S都拿來做第一顆鍵捷 你要去使用了 做第一顆鍵捷 你要去使用了 所以呢 我既然是拿來都是P 所以要去討論的事情是什麼 我的P跟P之間怎麼去交互作用呢 我的P鍵上的電子怎麼交互作用呢 為什麼要交互作用啊 不交互作用的話 代表什麼意思 你P鍵上的電子呢 是只能夠定義在你的 比如說只能夠定在你那顆碳上面 或是這個原子上面 不能夠跑跑去的 代表什麼意思啊 代表這電子扮演的像自由基 Radical的角色 它不能動喔 它不能形成間接喔 可是如果我這一顆電子的隔壁 那顆碳上面 它也出現了同樣一個P鍵上的電子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這兩個電子呢 就開始眠來眼去了 我們開始想想看能不能一起共用 所以要說明是 我們要開始建立新的分子隔壁 為什麼從邊緻隔壁的P 變成分子隔壁的P 為什麼會這樣子 因為我們要形成間接啦 你要形成間接之後 你的電子不再是帶在你原來的 原子上面的電子 而是什麼 我們兩個現在重新在共建立的形成隔壁 形成所謂的分子隔壁 所以兩個人共提出來的兩個P鍵域 在S0的系統 形成了新的兩個π的MO 這兩個新的π的MO呢 有能量差別 一個是穩定的π-boundingMO 一個是不穩定的π-anti-boundingMO 就是我們畫給你看看正面的 好 大家聽得懂 再往下聽喔 我們如果把這個雙線 也就是說把這個碳上面帶有空P鍵域 在P鍵域上面帶有電子的這個系統延伸下去 但它是變成連續的系統 就像是最簡單的 這個WiH2S9 這個雙線系統 共和系統的時候 這時候呢 四個粘接在一起的S2O 在這邊帶有四個 P鍵域上面帶在電子對不對 那這四個電子呢 不會局限在這個合格式上 這四個電子會同時間交互左右 為什麼要交互左右 你如果說幹嘛一直要交互左右 為什麼 要想辦法把這些電子找到一個有加好的歸數啊 讓它到穩定的地方去啊 對不對 就讓它到穩定的地方去啊 所以這四個電子 本來是Locas在四個碳上面的時候呢 好想辦法讓這四個電子呢 可以經由互相交 啊什麼叫做作用 我們形容過電子嘛 我們要形容電子的間諧形成的時候 告訴你電子的行為像是一個波 所以既然它像一個波 我們就合了什麼 當我電子的行為運動 兩個人彼此互相靠近 兩個電子彼此互相靠近的時候 這個波呢 到底是相加還是相見 如果相加最先成間諧 如果相減最先成反間諧 所以講是這麼意思啊 如果相加代表我這電子 可以去跟隔壁人共用 如果相減就要什麼意思啊 他們家跟我們講說一套高牆 我們家是不喜歡出現在彼此中間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 我出現一個Antibagin 代表是一個人量的上昇 代表是一個人量的上昇 所以說 好 所以我有四個P軌韻 我有四個P軌韻 我要畫出新的四個P軌韻出來 你有多少原子軌韻出來 畫出多少P軌韻出來 我畫出四個 分別是什麼 沒有Node 一個Node 兩個Node 跟三個Node 它的電子能互相交互作用的呢 分別是 三個方力 以及兩個方力跟一個Ni方力 以及兩個Ni方力跟一個方力 以及三個Ni方力 誰可以告訴我 這四個Nanj 跟原來的P軌韻 能接相較下來 我先打畫在這裡 我先打畫在這裡 這是原來P軌韻 當我形成新的四個P軌韻的時候 這兩個Nanj是低過原來的P軌韻 這兩個Nanj是高過原來的P軌韻 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它是低過原來的P軌韻 其實我直接告訴大家 這邊的靜韻的P軌韻是一個P軌韻 如果既然是這一個靜韻的Ni方力 就是什麼 至少有電子 這四個電子過程在一起之後 它會出現至少有一個P軌韻的出現 每一個P軌韻所以代表是什麼 一個四能的過程 對不對 這個能接的下降 這方法定義應該是10% 所以呢 下面這兩個 我們把它稱之為是B-TW區單位裡面的P軌韻的部分 P軌韻的部分 這是低能接的部分 這兩個是低能接的部分 上面這兩個呢 他們P軌韻跟P軌韻兩個扣起來之後 一般 間鞋跟反間鞋軌韻兩個扣起來之後呢 開始出現一個反間鞋跟三個反間鞋 所以這兩個呢 都是在同義的Ni方頂的位置 下面這兩個呢 都是所謂的方頂的位置 什麼意思啊 這個位置的能接呢 是小於原來的P-Ob 這兩個能接呢 是大於原來的P-Ob 所以我新生成的這四個能接 在這裡畫給你看 沒有畫相位 我直接把它先畫出來給你看 這四個能接 不是用這個軌韻的方式幫你把它畫出來的 告訴你要軌韻要什麼才能夠畫出 這四個不同能量的能接對不對 現在的問題是什麼 我要什麼填電池啊 軌韻畫出來又什麼幹嘛 又關電池什麼事 你軌韻你把房子蓋一蓋不住人嘛 你蓋房子不住人嘛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蓋房子了 我開始住人了 住誰 住這四顆電池 住這四顆電池 我開始電池 我有四顆 第一顆填進來 第二顆要先填誰 填低能接的那一顆 所以第二顆要先填地能接的那一顆 所以第二顆要先填地能接的那一顆 一定要填反向 對不對 第三顆再進來填誰 這邊沒有了 我只能往上填 大家填最低有沒有 填在這裡 第三顆再進來 第四顆呢 也要填進來 四顆都填完了 這四顆填進來之後呢 都低過它本來存在的B軌韻 那這不是一個很好的方便的System嗎 我都先聽得懂嗎 所以這是 我四個B軌韻之後 填進人接之後 為什麼這四顆會交入作用的關係 這四顆交入作用的關係 所以原則上 你把仔細想清楚這些事情 你會最大的困擾 你現在聽到電腦韻到 你回去一想 它是有電腦韻到的 為什麼我是要把四顆 我放在一條火箭上面上 我是呢 代表的是你怎麼會 這四顆是它的碳 你把整個結構來看 每一個碳上面都有一個B軌韻 我現在在用它的 每一個碳上面的墊子 它的軌韻 所屬軌韻呢 四個怎麼互相交互影響的 來跟你解釋 每一個能接人的能量關係 是什麼出來的 是什麼出來的 這樣子的觀察到什麼地方 用到下一張 教你方向俗化的溫度的時候 也是一樣要這樣子畫的 也是一樣要這樣子畫的 所以我畫出來的電腦韻 表示有四個碳的能量 你想看嗎 這什麼道理呢 我電腦韻到這邊 如果全部提到這一格 那你應該想到什麼 你應該想到什麼意思 想到說 那這四球電腦韻到平均分配 這四個一定要等長 不是嗎 他有沒有等長 不等長 中間那開始比較像單件 為什麼 他調到這一格來啊 我調這個的時候 中間是一反電解 這表示什麼意思啊 我雖然可以共享 可是呢 事實上它是電子 就有填到中間這反電解的過程 所以這一個字比較顯像單件 這兩個字比較顯像於雙件的形容 所以反映出來在這裡看到了 雖然它會共享電子 可是呢 這兩邊還是比較顯像於雙件 中間這個還是顯像於單件 只是因為有共振的出現 那你雙件會有部分雙件的傾向 部分雙件的傾向 所以分之果欲已經可以告訴你 你的電子 有沒有附在你的結構當中 怎麼會在你的結構當中 到這邊 如果聽得懂的話 你大概會幫助你 到下一個章節的話 再先充分一點 或者到那個方向盤的時候 會更複雜 方向盤會更複雜 方向盤會更複雜 有問題先要提出來喔 因為我們接下來要想一個這麼奇怪的 Ave of the system 講清楚來齁 我在跟你描述的呢 這四顆碳是電子怎麼跑的 就這樣子 哪個電子怎麼跑 屁股又上那四顆電子怎麼跑的 怎麼影響到你的結構的 所以已經跟你很好的解釋 我如果班其實很清楚 他要教你怎麼算 我們就不用算他 你只要知道說 我發出來說可以看到 0個、0個、2個、3個None 代表是能量的上升 代表是能量的上升 就可以知道 我的能量是怎麼去排列的齁 怎麼去排列的齁 那沒問題齁 好 那我再往下看 除了這樣子的 四個碳的這個系統之外 三個碳的會不會出現 很像這樣子的供二系統 能不能出現齁 我們先來看這個三個碳的系統 這是一個很特殊的 會不會出現齁 你先去看這個幾個碳的賽關 利用在這個線路面 完全不會出現齁 不可以給你 我們聽到一些維持繪的 到現在幾個碳的 我來看看 那要不要有一點點 那要不要再打一點點 那要不要再打一點點 這要不要再打一點點 就自出現這巨大 我們要再打一點點 什麼叫AIDA Session呢? AIDA是一個丙溪 丙溪機的 所以我們有學過喔 三個很重要的這個 AIDA Intermediate 這三個很重要的 工廠呢 這個 R3 我們有看過幾個很重要的這個 AIDA System 它的這個中間體喔 有哪幾個的?有 AIDA Citain AIDA Radical AI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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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正電的 一個是單電子的 一個是負電的 你就把導射成是一個電子的 結構的時候長什麼樣子啊 講這樣 這個P呢 上面是有三種等級 一個呢是以正電 AIDA來講它是帶正電的 原理考來講呢 它是帶一顆電子的 如果AIDA來講呢 是帶兩顆電子神線負電的 對不對 那當時我們解釋過喔 這樣子的 AIDA Citain Radical跟AIDA 是相對來講比較穩定的 誰 相對誰來講比較穩定啊 相對AQ的Citain AIDA跟這個 Radical 來講是比較穩定的 為什麼 當時候是用共振跟你解釋 還切得這件事情嗎 以前我們講過什麼 這一顆碳上面的 這個碳果代勝電的時候 它呢 會有這個共振式 它會很穩定 對不對 它會很穩定 所以我們告訴你什麼事情 它會很穩定 是什麼呢 三極的理論上 三極的Citain會大過 二極的Citain會大過 一極的Citain大過 這不能再用機的 這一定 你們一定都知道 我不會問你 不要傷害自己 為什麼呢 它一定是有 電腦體育費 跟這什麼 電腦體育費嘛 對不對 三極的就是會推電子 可以比較穩過去啊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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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助電子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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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正常來講 如果呢 它是一個 這樣子的 那個 這正電額呢 看起來好像是在一極 你看三極的 可是因為會有 旁邊有一個雙電存在 這個時候呢 它們兩個的 一間是結晉的 它們兩間是結晉的 如果呢 不僅僅是有雙線存在旁邊 它旁邊呢 如果還有其他的晚期存在 會提供一個更多瘀的圓定 這個時候呢 它的尾接近會接近到三級 有聽到我的意思嗎 本來正常來講 這個它挺像是一級的 對不對 因為它在一個CH2上面 是一級的這個碳 碳氧椅子 可是因為旁邊有這個大波棒存在 所以呢 當時我們裡面解釋的方式是因為 爬尾出現了多餘的共振力 所以它穩定性比較好 它的能量的機器應該是二級的 這個呢 也是一樣 因為旁邊多了一個碗機 這個碗機又是一個電子機 它會幫助穩定出的震驗 再加上支援對於去共振 所以這個更穩定了 它的穩定性機器本來是二級的 變成了機器跟三級的機器 對不對 對不對 欸 這到底有什麼用啊 我們現在已經學了一個學期 多了 我們知道這些鎮電 附電到底有什麼用 不要忘了 我們以前學過了 我的鎮電盒能夠用 一定代表什麼 我帶鎮電的碳上面的氫 不容易被拔走啊 對不對 拔走氫之後產生 拔走氫或者是說我的滴命褲 更何以離開啊 我滴命褲離開的時候 是不是讓我的碳上面帶鎮電 所以要代表是什麼 在看你的選擇性 我位置選擇性能不能出現的 反應性的 所以這是在這條題的 這些重要的這個碳的勾氫電集團 它的反應性 穩定性 所以如果是Kelanx長這樣子 那如果它是radical的時候 它則會出現什麼樣子的共振啊 這個過來單電子 過來所以出現這樣子的共振 出現這樣子的共振 啊本來呢radical 欸radical季格它的穩定性吧 一樣跟正電盒是一樣的 是三級大的二級大的一級 因為正電盒radical意思呢 這個電子的傾向性呢 是跟chicken's形式比較接近 所以是跟cateria比較接近的 但是如果本來我們來講stirability的部分 是三大於二大於一級的 可是如果你出現這樣子的 丙漆肌的線上旁邊的時候 出現這樣的共振式的時候 無論你是一般的 anelic radical或者是所謂的banjezic radical這時候都會大過三級的 什麼叫anelic radical啊 這一個的結構長這樣 就是它叫本希致 那banjezic呢是長這樣 長這樣 為什麼它跟它長得有什麼關係效的 你現在看不懂 至少你看得懂這邊吧 情況下有一點點 情況下有一點點 所以至少你可以知道 它長得跟你很像 會有一樣類似的共振性會出現 even matter 為什麼沒有更多的排解 會更多的共振式出現 OK 所以這次我們在教你講 resonance的時候告訴你的事情 因為有共振的出現 能夠去影響到我自己 看起來還是有一些 這個很不確定的疑問存在 記不記得我以前講過 整個有氫化學告訴你是什麼 酸跟鹼的反應 酸跟鹼的反應 對不對 酸跟鹼的反應告訴你什麼事情 你要碼是你的substrate當酸用 被人家拔走清 要碼是你的substrate當鹼用 帶電子去打來人家 所以代表是什麼意思 牽涉到永遠都是得到電子跟衰去電子的過程 所以你要得到電子跟衰去電子的過程 如果發生在碳上面的時候 你的中間體都會經過什麼 要碼帶正電 什麼時候帶正電 SN1裡面的第一步 生成跳過給他一樣 要碼帶負電 對不對 什麼時候不肯出現帶負電的情況 你歸涼不就帶負電了嗎 要碼帶radical 要碼帶radical 我們做bomination就出現radical 第四章的時候 做bomination就出現radical 所以要碼帶正 要碼帶負 要碼帶radical 為什麼 他們都呈現出來 要碼電子很多 要碼電子不夠 所以想辦法跟人家搶電子 或是丟電子給人家 產生性間解 這就是有機嘛 我要把我的結構給複雜化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怎麼知道由誰來丟電子 由誰來提供電子 這邊就是提供你很糟的提訊 誰丟的電子收穩定下來 就是看carbonate ion 誰拿的電子收穩定下來 就是看carbonate ion 誰能夠讓自己多帶一顆自由基 就是看carbonate ion 所以我們學到了很多事情 帶正電 帶負電 跟帶自由基的手法輪定 是怎麼判斷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教你 一開始在上學學生教你 你怎麼判斷這些正負電的 一開始只教你幾個狀況的關鍵 對不對 教你三個狀況的關鍵 一個叫idati effect 又找效應告訴你什麼事情 正電核跟負電核的穩定性和不穩定性 透過單鍵 透過鍵結來形成 所以是靠推電子的效應去推的 把電子直接推過去的 所以不是真的產生性鍵結 而是只是單純的靠 我把這個電子的密度 往缺電子的方向去移動 如果相反過來 我如果人家已經多了 我又推給它 就不知道成效不穩定了 這時候我們講過idati effect 代表人物是誰 是atio growth 這種類型的 碗基類的 碗基類的另外一個特色 它怎麼去幫助穩定 碳氧磷子啊 叫做hypo-confusion hypo-confusion 叫超貢核現象 另外是什麼 我的sigma bounding的orbital 跟我的缺電核的 比如說是carbonic太陽 當我們的相位是靠近接近的時候 我的電子會跳到這邊去 部分的固定出它的工作力 這叫hypo-confusion 所以碗基利用的 inductive effect 等的hypo-confusion 超貢核現象 去幫忙固定的太陽明子 第三個很重要的效應叫什麼 叫residence effect 叫共振效應 靠的是什麼 靠拍鍵的存在 把電子 直接利用電子的轉移 去造成電子 這個正電核或負電核 在不同的原子之間跑得到去 這叫共振效應 所以這邊告訴你 共振效應 造成它的影響 對不對 可是我們沒可以解釋它 到底共振效應 怎麼去幫助你 跟你的這個電子的 怎麼去幫助你 跟你的電子的 所以我們現在來看看 我們進到的這個 adio system之後 我們可不可以用 我們那樣所學到的 pi-emortive系統 好嗎 嗯 那個三級 三級它很一樣 你一直要給人畫錯嗎 哪一個 是帶正電那一個 這個 這是跟它一樣 這叫做subcutive的adilic 三級它是長什麼樣子 這叫三級派 這叫三級派 老師應該是以CH吧 在以CH 三級的傳過卡 對 不是說這個 對 這個是 電子 好 好,我們怎麼樣利用Pi-Enroe系統來去看它? 看這一個Enroe System 這個Enroe System它在Pi-Enroe的阻力當中 電子怎麼去共用? 我們剛剛看到 這個Enroe System它是不是都長這樣? 這個碳上面是有一個Pi-U的 是有一個Pi-U的 它要嘛是要帶有這個正面 要嘛是帶Radical 要嘛是帶固電 在這個碳上面 這三個都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個碳上面是有一個Pi-U 上面是有可接受人家的電子 或是可以提供電子的空間 所以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這三個碳中間 都具有可以互相使用的一個 上面的電子出入 Dependence Dependence 一顆沒有還是兩顆電子 所以我們要怎麼去畫出它的Enroe? 我怎麼畫出這個 簡單去想一件事情 這邊呢你可以把整個地方來看 這個要設計生成自己一個 一個排件 所以你可以去想一件事情 我這邊 我這邊 兩個P 這兩個P上面呢 自己 先生成了 一個 這個 剛剛我們畫面 你看S的那個結果 它是不是就先分成了 一個Pi 等於一個Pi 等於一個Pi 等於一個 接著呢 這邊的碳呢 等於這個碳呢 又提供另外一個P 這個P呢 又跟這兩個Pi跟Pi 這樣呢 去相互作用 好 這邊有兩個Pi 一個Pi跟Pi 那一個Pi 要生成幾個啊 就這樣出來 生成三個 所以得到新的 三個能接出來 好 這什麼 我一定聽到的 待會看就知道了 你們可以先想一想 我現在要告訴你們 是什麼事情 告訴你們是什麼 我有三個碳 1、2、3 這三個碳 左邊這兩個碳呢 有一個Pi的存在 所以你可以去想要到 這個Pi的Pi 把自己拿出來 做一個Pi的M-O的時候 先把單純拿出來 當Pi的M-O來看它的時候 它做成一個Pi跟Pi的M-O 這時候呢 不會把我的電子呢 填到一個Pi的M-O 填到一個Pi的M-O 可是呢 我這邊這個碳呢 在反應的過程當中 又出現了一個 要把剩電 要把單電子 要把代表負電 所以突然呢 它又變成的是 旁邊這個碳 你提供一個 顆粒的氣圖物出來 我們你們講過這件事情 對不對 一個分子穩定的時候 不喜歡在正面 負電或在radical 所以我們剛講過的 Cat-ion and I-ion Radical 通常都是反應的空間 所以當我一旦生成的時候 本來不已經生成 是一個Pi的時候 我還沒遇到這個碳呢 出現了它自己 有可能不帶電子 或是帶一顆 或是帶兩顆的過程 這時候呢 這兩顆 就勢必要去用 隔壁這個朋友 開始去建立新的關係 本來沒有發生嘛 現在是不確的啊 好 會有建立關係 怎麼建立 用我自己本來的Pi跟Pistar 去跟它的P 產生新的分子不利 結果出現什麼 出現什麼 出現三個 因為一個Pi 出現三個 然後三個呢 出現所謂的Sine1 Sine2 Sine2 Sine3 這三個不同的 這個電子最多 這個電子呢 這個P裏面是哪裡 還是那個碳上面的P 對不對 這個P裏面上面 所以這個電子呢 有可能是不帶電子的 也有可能呢 帶有兩顆電子的 有可能到 一顆電子的 所以我這話訊線 超成不帶 有可能帶一顆 不能帶兩顆 不帶電子什麼意思啊 就 就是這個啊 就是不帶電子的 Alic Radical 帶一顆就變這樣子啊 Alic Anion呢 Alic Anion 剛剛這邊沒有畫喔 一樣的啊 Alic Anion 是這邊的字典 如果我把三生共振 不就是 變成 固定到這邊來 充電到這邊來 一樣的道理 所以呢 這邊有可能是 0 1 2 我只把三個放在一起而已 產生新的三個 那個鬼域 我又出現這麼多電子 開始填它啦 所以怎麼填 這兩顆一定要填 填進來 這邊的呢 如果有電子 我就開始填到 比較高的這個啦 就開始進入的 比較高的這個 那這三文層階怎麼去表述 怎麼去表述 我要怎麼去畫出這三文層階 我們來繼續聽一下這邊喔 我們要往下看 剛剛同學還是對這個系統有點疑問喔 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去看它 你要想一件事 一般在我們的 這個反應音當中 或是在 Countdown你的道後悟當中喔 你會得到的分子 原則上 你不會去拿一個 帶有鎮壓固定 或是那個濾口的碳 當初你的吸食物 就根本沒有用 對不對 不穩定嘛 它通常是因為中間 你不是這種絕過的 規定條 規定條是什麼 要限制可以限用 對不對 好 所以如果是這種情況的話 要怎麼做啊 它通常呢 一定是 比如說我要得到正電盒 它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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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有可能是一個 A2波馬 這時候呢 我去脫掉了 B2 我來生成這一個 看著這邊 對不對 還有可能是什麼 一個 7 然後呢 要嘛 被剪拔走了 升成 固定 要嘛 遇到了 這個 比如說遇到了 Horan 這個Radical 然後呢 被拔回那個心 升成了 這個Radical 所以這些都是 反應當中的中間體 可是我會告訴你喔 這些反應的中間體 它都會 被旁邊這個 Double-Horan 就要讓它五分下來 所以告訴你 這個Identic Ketaiyan Niyan Radical 是Stable 現在就在那邊解釋 為什麼它是Stable 的 我們提示很韓呼的告訴你 因為共振 電子跑來跑去 趕快跑去 講得韓呼真的一樣 是真的啦 其實現在告訴你 它是能接什麼鐵 能接什麼鐵 所以我們現在看看 能接什麼鐵 我們來看它喔 好 再要前一步 它都是一個 固定的Double-Block 對不對 所以在你產生這些 Radical Niyan 在你陪太陽之前 它總是一個大貨棒 不是嗎 它總是一個大貨棒 所以這兩顆P 早就不是你單純的P存在 它總是你Pi 跟Pi 下方的存在 只是反應過程當中 如果隔壁那碳 變成的是 單電子 負電盒 或是韌電盒的時候 出現一個可憂的P 所以這兩個Pi 可以用人家扣結 所以可是什麼意思 我拿碳的P 跟我原來存在的兩個Pi 古域 形成了新的三個M-O 這三個M-O呢 分別是Sci1 Sci2 Sci3 Sci2 Sci3 原來是三個 就等到新的三個 那這三個 古域要怎麼去畫它 我們來看喔 這三個裡面呢 也是一樣啊 這邊呢 也是一樣 有它的相位啊 一樣有相位啊 這時候你要開始去 用計算的方式 去畫出來 它的這個結構 用這樣上去畫出來的結構 最有一定的是誰 當然是 全部都生成 沒有諾言的情況 好 你們問人 大家都是相位一致 這一定是最英文竭 這是所謂的Sci1 形成的是什麼 兩個方式的情況 然後呢 沒有諾言 沒有諾言的時間 我要開始進入什麼 出現一個Node 的情況 我要出一個Node 要中間出現一個Node 代表什麼意思啊 我要在中間呢 出現一個 大家都不出現電子的位置 這時候呢 你隔壁的兩個 和的魂域呢 不論你怎麼填都一樣 這個是Node 還是Node 還是也太Node 都不是喔 他們中間呢 遇到它 都好像打到夢裡 不知道 中間都是Node 都是Node 因為中間就是沒有電子 所以兩者之間是沒有差不多 所以中間出現Node 所以中間是Node 在往上看 我要出現什麼 我要出現兩個Node 我要出現兩個Node 我有三個鬼 所以兩個Node 所以兩兩之間啊 要互相反向 再互相反向 回到互相反向之後呢 在兩者之間出現Node 出現Node 所以這是什麼 這個應該是要滑反向 不過這不影響喔 真氣算錯的人覺得 還是那方法 這不影響 出現的是一個 兩個N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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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畫出來之後呢 這三個人間 畫出一個 最穩定的兩個Bonding 沒有Node 提升Node的時候呢 出現什麼 這兩個之間 在這方間出現Node 就這兩者 都跟它之間 沒有人家交互作用 所以這邊出現方法 所以它是不呈現方法 也不呈現方法 也不呈現方法 第三個呢 則是兩兩之間 呈現成為方法 出現兩個方法 所以可以想像得到喔 中間這個Side Side2 它呢 是跟空的P所約是同的位置 是跟原來的P位置 是跟原來的P位置 省現方法 同的位置 省現方法 位置 但是呢 我的Side1呢 就會比原來的π 跟原來的P 都還要低了 對不對 所以我是把 π電子 因為它停到C的位置 來 所以你說它會出現 這個新人以後的拍子 因為啊 至少我的拍子 不要往下點 那雖然我的 這個P正面的電子 無論是0、0、0、0 或2個 它都點的原來的位置上 但是我至少讓旁邊這個P 是點到D 讓旁邊這個拍子 點到D的位置 好 然後我們再講一次面聽喔 有點難理解我知道 好 再想一次喔 好 我們來看喔 我們要描述的是 當我是一個米希基的經傳 當我出現的這個看上面是一個 高波線太空間 圈片值、多片值以及單片值的情況 這個時候呢 我旁邊的π不能自身出來 我一定要進來分 多出來的這個菜式上面的P軌域上面 使用這個P軌域產生新的檔域出現 來下M之後呢 我會出現三個 因為這邊拿兩個嘛 一個π、一個π、一個π、跟這邊的p 會出現三個新的M 我們還要做sine s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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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時候軌域出來 這時候軌域出來呢 怎麼去描述它呢 第一個最低軌域是什麼 這三個軌域 這兩個軌域 三個 第三個 碳面的軌域呢 是大家彼此是共享的 大家彼此共享的 所以呢 是最低的 沒有出現任何的Node 兩個邦裏 接下來提升到一個方便的時候呢 好 出現在正中間 正中間代表什麼意思啊 我旁邊這兩個碳上面的B軌域呢 跟中間這個碳呢 至今都沒有比較交流左右 這代表這什麼 兩個都是那的軌域 這邊好玩喔 兩道那麥你大概找個意思啊 他們這些呢 沒有因為方便產生能量的穩定 也沒有因為A加分點產生能量的過穩定 所以呢 它就跟原來的B軌的方式 聽得懂嗎 你如果產生方便 你是怎樣 要比原來的B軌在往下降 產生P軌域 一定要比原來的B軌一定往上升 我中間都不出現方便 你不知道是什麼 跟它不往來 我就是原來是你B軌的方式 然後呢 再往上上去是兩個A方便的存在 是一個更高的軌域 這個更高的軌域 所以我填電池的時候呢 我要填到新的三個上面去之後呢 這是Side1 然後呢 這個是Side2 這個是Side3 這個 我畫一個簡單的結構吧 有可能其他的 三個等級性 一個是帶震電、複電跟不帶電荷 所以我提電的時候說什麼鐵? 至少兩顆電子把它在 因為拍這個兩顆電子不會跑掉啊 所以呢 大家這兩顆都要先填好了 都要先填好了 如果是正電 上面這邊是空的 如果是鋪電 這邊就是鐵兩顆 如果是單電子 這邊要鐵兩顆 無論怎麼走 無論怎麼走 這些本來的拼骨運度是都在各種位置 雖然它不受影響 可是我的Pi 確實是被我冰下來 填到比較低的三萬能力間來 所以就是告訴你 如果我的電子有共享 和骨音有共享 我的能力是整體下降 能量是比較低的 我們再往下看一個事情 無論是我們剛剛畫的 單電子 我們剛剛畫的這個 這三個都一樣 你有沒有注意到 無論是空軌運 一個電子 還是兩個電子 它都出現在哪裡 出現在1或3 1或3 1或3 中間那顆都不出現電子 都不出現這個所謂的空1跟2的電子 為什麼 因為呢 它填到2的電子 在2的電子 在2的電子裡面 就會發現 它中間是 那嗎 中間是不會發現電子 中間是不會發現電子 所以你會出現到 填到這邊如果是空的時候呢 它會出現在1跟3的位置 如果亂用的位置 如果出現是2顆的時候 有持續難過關的位置 如果是在1顆的時候 有持續難過關的位置 都是一樣的情況 天空都聽 天空都聽 天空都聽不懂就算 但是呢 明天空呢 你可以知道說 我的這個國語的很排列的方式 會影響到你的電子排列的方式 好 所以整體來講 我們這邊全部告訴你的事件是什麼呢 在上學期的這個圓續過的時候 告訴你很多重要的碳的中間體 碳高活性的碳中間體 Valicle Ketion 跟Nir 那時候告訴你呢 這三個這個高性中間體呢 它可以被旁邊取代機所影響 缺電子的可以被旁邊 推電子的系統的影響 讓它穩定下來 如果你本身是這個多電子的 你會希望隔壁是拉電子的系統 幫你去分散掉你的電子的溶解 如果單電子的呢 你會希望它旁邊推電子進來 幫助你去穩定性 當時我們都告訴過你喔 除了indotive effect hyphenate effect 還有resence effect 共振效應 共振效應 從頭到頭告訴你一件事情 共振代表的是電子的轉移 不牽涉原子的轉移 所以表示電子可以共享 跑來跑去 所以要說告訴你呢 我電子只要能夠共享 能夠跑跑去 它就穩定下來 然後你就相信我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就在這裡 當我產生共振的時候 代表什麼意思 就是我的 我們要告訴你嗎 我要能夠產生電子的共振 一定是π電子在移動 還有 可用的計程度上的電子在移動 你不會移動到你的sigma問題 你一旦移動到sigma問題 你表示你分子破掉 你已經斷裂了 所以你只會這樣到你的π電子的移動 π電子有什麼可以移動 就是因為π電子的移動 它產生新的πl 產生新的πl之後 你的電子會從高能階填到 在低的新的這個能界裡面來 讓整體的影音是增加的 這就是原因 為什麼共振效應 它可以去幫助你的 這個 得到的這個電子是更能力的狀態 因為你會從這邊得到一個新的πl 這些電子呢 都不會被鎖定在某一個位置裡 它可以在共振的區塊內跑來跑去 這叫做電子的未供應化 這叫電子的未供應化 這叫電子的未供應化 叫低度化在某一區 所以這也很重要的關鍵喔 這些電子必須要是可移動的 簡單來講 就是不能支持這塊方法 像看這塊方法也是 這個分子建構的基本的輔價 你如果把它打斷了 我就壞掉了 分子就斷掉了 所以這時候 慢慢可以建立了 這些分子之間呢 如果我要承認 它必須要利用這個分子的建立 來讓我的電子要穩定的過去 那我該怎麼建立新的 這個鮭魚讓它能夠填電子 所以我開始去告訴你 我要成立這個新的這個鮭魚的時候 就是雙方都要提供新的鮭魚出來 提供新的鮭魚出來之後呢 要排列 哪幾個就要成立幾個新的 那我要成立幾個新的裡面的能界會排列高低 那能界排列高低怎麼判斷 誰高誰低啊 如果我形成bunding 它就形成一個穩定的低的能界 為什麼 因為我們共用電子 然後呢大家中間相位四相等 相位四相等 是一個建設性的這個交集 對不對 如果產生anti-bounding代表什麼意思啊 中間是波峰對波補 因為電子是波動性 所以呢波峰對波補會消耗掉了 所以中間是不出現電子的 不出現電子代表一個很大的意義是什麼 你只要空間中心就會打回去 這表是什麼意思啊 它的電子被局限在很小的空間之內 所以anti-bounding的出現就是一個不穩定性的增加 原來能界就要提高了 如果你中間產生的是non-bounding 代表什麼意思 我跟隔離的波亡 就是跟你原來在BQ上的位置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們在AQ系統裡面看到三個能界畫出來之後 第一個是沒有node 一個node 兩個node 分別是兩個bounding 沒有bounding跟兩個n太bounding的時候 就可以預設得到 這個出現兩個bounding的一定能界提高 特別高能力幫忙 他會簡單去想這件事情 他會拍的一起來 拍是什麼 成現一個方法 所以這兩個顯示是基於那個實現的 所以當我形成一個新的Node之後 你可以很想像得到 我提電子來之後拍Node 是會提到一個更低的位置來 所以它是一個穩定的過程 它是一個穩定的過程 所以說我告訴你們 所有在講到你的拍的系統 該怎麼去描繪出來 你這些能夠共用拍電子 以及p2.0的時候 應該怎麼能夠出現電子的系統 所以這邊是跟剛剛我跟妳講的 這一個 不如台灣水打影是一樣的道理 我們剛剛講到現在是告訴我們 這四個能界 台灣能界下水太過 對不對 那我們一定要拍萬跟拍度區 告訴你呢 拍萬的時候全部共用 拍度的時候 你是在碳二單元之間 產生一個接點 電子不容易過去 所以就告訴你呢 每一個原子之間 它呈現的是雙線的單線的特性 那這邊也是一樣 如果我的電子必須填到第二層區 填到三層區的時候呢 這時候無論是正電 單電子或是負電 它出現的情況 都不會在中間那個碳床出現 因為那邊是零電子 你不能看到它的 所以這個正電、負電跟零電的過程 是不會看到它的 這件你考不出來 這只能告訴你是這樣的觀念 好 好 我再繼續看下去 這次講到拍的MO的系統 你要怎麼去描繪出這一個 這個系統的齁 有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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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告訴你 有三個可能性 出現有給他氧 那我如果是這個時候呢 是填塞1以及塞度是空的 如果是填塞1的時候是塞1是2個塞度是2個 如果是radical的時候是塞1是2個塞度是1個 就是分開來的 不代表的是這邊是一種分子 這邊是一種分子 這邊是一種分子 它的果實是一樣 然後我剛剛再跟你講很多說 為什麼正面負電盒出現在兩關 是因為告訴你說 我如果出現正面負電盒或是塞度是空的 都要填到第2個塞度 所以我要填到第2個塞度 所以我要填到第2個塞度代表的情況是什麼 它的電子不會在這個地方發現 這個地方發現 中間這裡是那方的 你不會在中間發現的這個事情 但是說老師不對啊 怎麼畫中間都會有電子 都會有多的中間 因為它是等於這個配色的 所以中間會有拍電子的存在 但是你要出現空的跟正的跟負的 只會出現在1分3 端土的位置 就是要跟你預測 它的電子出現過的 它其實不要那麼固定 但是你發控制的時候 就在電子出現過的地方 主要是你它存在的 屏息是很固定的 接下來是要用這個 恩助果育的方式呢 來跟你介紹 這個系統的果育的存在 這邊老師講很難考你 我頂多只能叫你畫畫看 那你解釋給我聽 解釋一下為什麼它是這樣子排列的 能解釋這麼排的 其實這個方式蠻好的 好 好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呢 這個 比較 容易理解 我們要把這樣的 contrugated dying system 拿來做化學反應的時候 你該怎麼去做 進行反應這個 綠色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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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哪一些這個反應呢 是會牽涉到這個contrugated system 他的化學反應的這個建立呢 好 那哪一些這個反應呢 是會牽涉到這個contrugated system 他的化學反應的這個建立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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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的第一個含口反應是一個 ve 척 最開始在講這個 它就是你剛一介紹全座的分子國語概念的時候 我如果沒記錯你的課本講到拍文字應該講的不多 它就是幾頁 可是不是那麼容易理解 所以你聽完之後我會記得你去 要再看一次你的本文 因為聽我講完再去看本文會快一點 我會比較快去知道他講什麼 我的習慣是這樣子 不過這個不是 我自己習慣是這樣子 我一定會去看書 因為我覺得書還是有一套邏輯的 我們要等一下看看這個Compated System 它只能做一些重要的化學版例 這首是用性的 我可以 craft的 就是這個Compated 旁邊的小說話 它就對了 因为只有這件事 你呢 這個Compat 這個Compat 我沒有辦法 有些是說什麼 都是不適合的 你是說一些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個很有趣的反應 這是一個標準的例子 這個反應呢,是要去跟HBR去進行一個 叫什麼反應?什麼叫什麼反應? 鼓勵一下我,叫什麼反應? 叫什麼叫什麼? 比較簡單的那個,不用怕 電子心加成反應嗎? 為什麼?因為我的雙劍是你的Filling 然後打到你的心上面去,打開來 然後加成上心,之後讓你的BR進來 這座劍出現兩種產物 一個呢,是我的心跟BR是加成在一個位置 一個呢,居然是我的心跟BR 加成在遠端的位置 如果我說它是1234 這時候呢12341234 這個產物呢,我們就把它叫做 1353434 13434 我應該要打給你這條 如果標號的話 這個白衣以前我們學過很多啊,對不對? 如果你是一個雙劍的時候 遇到的HBR 遇到H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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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劍打出來 這個隱藩 可以把它打開來 有印象了吧,對不對? 然後呢,我的HBR 再反打回來 就叫加乘 加乘反乳 加乘反乳 好 如果我們過來看這件事情 如果你會有兩種可能性 一個叫1-4-3 一個叫這個彎座的提取 我們還不曉得道 它的溫度呢 會嚴重的影響到 這個反應的長度的結果 如果我認為的溫度是 負的80度C 以及它40度C 這兩種長度的 這個選擇的時候 如果是負80度C的時候呢 1、2的會得到80% 這個得到20% 如果你在4度7下這個會得到15% 這個呢會得到85% 表示什麼? 它跟溫度有絕對的關係 為什麼它跟溫度會有絕對的關係? 我們都還不去講這個 我們都還不去講中間機制 請你先來告訴我 1、4的遞取和1、2的遞取 好的 這兩個裡面誰穩定誰不穩定 1、4穩定的請停手 1、4穩定的請停手 看清楚結構 剛剛大家都低著頭一直在看它 這兩個分子 7的分子 7的分子 這兩個分子 7的分子 再一次再一次 1、2的請取手 1、4的請取手 彈雙線的分子無地性由誰判斷 1、4的請停手 什麼取代金? 什麼樣的取代金? 或是取代金什麼來決定? 1、4的請停手 1、4的請停手 這都賽車不把者 所以當然是 當時它會有的 不是嗎? 如果你以產物的分子來看它 指的是什麼? 是以什麼等於你 我的產物的分子去決定 可是已經看到了 如果我今天在-80過期的時候 竟然會是一個 常務不穩定的狀態去決定 它的主要產品 表示什麼意思啊? Sorinlamic的另外一段叫什麼? 叫 Linantis 熱力學的地方叫動力學 所以表示它是走動力學的決定 為什麼走動力學的決定啊? 好,我們先回過來看這件事情 這是潘船就結束了 看學的時候講過的事情 什麼叫動力學? 熱力學講的是能量、穩定性 我們要永遠找穩定的能力 那什麼叫動力學? 動力嘛 看速度 什麼叫看速度? 看你的活望 對不對? 還要看什麼? 看你中間反應性 誰容易發生 誰容易發生 所以它跟這有關係 跟你中間體有關係 好,我們來看這個產物 它整個反應性是怎麼進行的 我們來看看它 這個產物呢 這個其實物呢 若遇到HBR 沒有疑問的 一樣 是我的H 被DoubleBomb的拍鍵抓出來 抓掉了 抓掉的時候得到什麼? 欸,抓得輕耶 我要抓在哪一邊啊? 這個不是S 我要抓在哪一邊 是要抓在這邊 青被抓抓這邊還抓在這邊 好,我把這個活化的顏色好了 這個青要抓在什麼地方? 抓在這一個還是這一個? 這是大家都對的 對不對? 大部分都對的 為什麼? 這叫馬可林的物法則 青 像是在青過的那一邊 那它原定在哪裡? 原因在 我所生成的正電盒 會帶在青少的那一邊 表示極速是比較大的碳上面那一邊 所以得到是一個穩定的太陽影子 這麼多的法則 都是廢話 你只要看中間體 都知道是穩定的 對不對? 好,太陽的帶在這邊是穩定的 這個時候呢 你有沒有發現中間體出現的? 剛剛學的老半天體出現的 這個地方 不就是一個 立立的太陽嗎? 所以呢 這個地方會出現的一個控制 分得到什麼呢? 所以呢 你做完第一步之後 得到這兩個場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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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到這兩個場物之後 得到告訴你什麼事情? 這個場物呢 的下一步是什麼? BR進馬 所以得到的是什麼? 是彎兔法 在這個場物呢 你得到的是什麼? 這個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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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振式呢 得到什麼? 立立的太陽影子 所以得到的是什麼? 彎兔法 你也可以把它畫出結構 放在那邊結構 這邊每地方畫 你可以把畫出結構 所以它第一步是跟人家 從你的胎線上 可是進入共振之後 機會得到後面這個場物結果 這是整個反應的機制 想想看 這兩個 其它陽 哪一個比較穩定? 哪一個比較穩定? 這一個穩定 對不對? 因為呢 我的正電頭 是在這旁邊的設計 大家穩定 這個路線頂呢 是在在末端的那一個 沒有額外的穩定 結果呢 好 我們要寫一下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 more stable intermediate 這個呢 就是一個 more stable intermediate 它的產物 one for product 是穩定還是不穩定的? 不穩定的 得到的是一個 place stable product 發達 這個呢 one for 則是一個 more stable more stable 發達 所以你可以想像得到囉 當我的中間體跟我的產物 在兩條路徑過程當中 他們的反應穩定性是相反過來的時候 我可以利用我提供給他的能量 來幫助他選擇去走動力學的產物 還是選擇去走熱力學的產物 最後我再講這件事情 熱力學的產物指的是什麼? 穩定性 看的是能量 動力學的產物指的是什麼? 看的是反應速率 指的是反應的容易度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幫我們快來看這件事情 我做了給他復發十度系 表示什麼? 我沒有提供你足夠的能量 沒有提供你足夠的能量 所以你會怎麼樣啊? 我當然選擇那個 好跑過去的來跑 補兩個山頭 這兩個山頭呢 則這個目的地呢 一個是半山腰 一個是平地 可是呢 這個半山腰的這一個呢 他的只是一個小山丘 滾過去就到這個平地去了 如果我要走這個 到半山腰去 如果到平地去呢 你不覺得比較高的話 如果給我除夠的能量 我當然願意去爬最多高的山頭 下去到最穩定的地方下去 要不然我下去比較低 對不對? 可是 擺平的能量不夠啊 因為如果除夠的這個能量 要怎麼辦? 退了休息一次 我走反應速度快點 我走反應速度快點 所以當我給的能量不夠的時候 這個時候走共濟學的控制的時候 得到什麼產物? 得到的是 是容易得到中間體的那一個 是more stable 這中間體 容易得到它嗎? 速度比較快嗎? 然後雖然我得到的產物 一定是比較差的 可是呢 你的能量是比較高的 如果我給你一個 比較高的能量 溫度比較高的時候 我就有機會做平衡 然後呢 最後得到一個 長日是比較高的 把這個畫好 我把畫成能量圖給你看 把這個畫好 把這個畫好 我把畫成能量圖給你看 好 好,我們開始來看喔 這個反應開始在哪裡? 基礎物在這裡 我要說一個加乘反應 我有可能輪到一個彎構迷循環 以及輪到一個彎構迷循環環 因為下車不法則 誰說如果告訴你 所以這是一個定場 它有雙取代就只有單取代 雙劍部分都能取代 所以你會知道我這個場景是在裡面 這個場景是最好的 我做考量到我的下一步 是要加上HR 加上HR 然後呢 我的反應呢 要得到兩個中間體 要得到兩個中間體 一個中間體呢 是在這個 這個地方 也要不夠 又不是外乎的 另外一個中間體呢 就是在 這個位置 再放三行都差一點 我把它湊起來 我把它湊起來 我們先把我們現在眼睛所看到 這一個反應裡面 所有東西都畫在上面 先把它看清楚 能量位置對不對 你看能量位置對不對 我看不錯大家知道 這邊是我的吸塑物 吸塑物是一個Q-1-1-1 碰到HDR要進行一個 比如說給你一個領序 要把氫性加成上去 這兩個呢 會要先突破一個活化能 到這個部分 在同樣的位置點 因為兩個都要先進去它的位置點 然後呢 突破一個活化能 到這個部分 到這個位置點 到這個位置點 之後呢 我這個產物呢 再下來 又到這個產物 這邊呢 再下來找到這個產物 這邊呢 會經過頭當中 做完亂體的過程 我當然這樣子畫沒有很好 我現在是為了用基礎化也無趣 不然正常來講 這邊的生化同域變 這什麼意思 它實際上是 這個現象很小 所以是說共振 得到這個部分子才去分開 所以正常來講 我要畫同域變 是它 看起來更清楚 但是這件事情可以解釋 為什麼這個問題很難做 好 這一個得到它 是進行共振度 兩個加個合體性 好 我們先來看 我的變動外出一大意 碰到HPR 這個雙肩打開來接著氫 產生鎮電盒 我要通過一個過程 這個過渡態是什麼 這叫TS 這叫做S 這個過渡態是什麼 是我的雙肩要打開來接氫的那個過程 要接氫 要接氫 要接還沒接的過程 對不對 打開來的時候 就會得到一個穩定的 相對穩定的中間體 兩個可能性 一個是單純的 放在一二的位置 陣定在這裡 一個是經過共振之後 跑到這個位置來的 就是因為這兩個可能的中間體 這兩個中間體裡面呢 它是在二極的位置 只有是在一極的位置 兩個都同樣的 最大二極的穩定 最大二極的穩定 所以我的連接呢 是比他來的低了 比他來的低了 對不對 接下來呢 這個人接比他來的低之後呢 我再經過一個 這個反應之後呢 會得到他 過來到這個穩定的長度 這個呢 只會越過一個 這個花子之後 會得到他 得到他 所以我要投入的事情是怎麼 如果我先跟一個出口的人一樣 我就跟一個出口的人一樣 這個時候呢 我會在兩邊之間平衡 結果不到一個穩定的長度 得一個穩定的長度 我也有可能會跑到這邊來 越過去過來 然後這邊跑過來 越過去過來 都會有 可是我今天是給一個 不夠的能量的時候呢 我會先求 讓我先得到這個 比較穩定的長度之後 往產物的方向去進行 速度才會快 往這個方向去走 所以得到一個 彎兔的長度 會是經過一個 穩定中間體的過程 得到一個 stakeful的彎兔的長度 是經過一個 比較不穩定的中間體 但是之後是一個 穩定的能量 比較穩定的能量 這邊你要畫高度一樣的時候 理論上 文章就告訴你 這個理論要在高度 理論要在高度 為什麼 理論上次先得到它 然後呢 共生過來才得到這個長度 就是理論上的高度 好 我們在幹止的話 用話我們在幹止 不管這個畫低一點 像剛剛跟你講的 也是一個彎度 跟一個彎庫的 返循環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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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構客系統 遇到的一個酸 HBR之後 我要把這個 HBR帶得到我的雙電上 我的第一步呢 像我跟你講的 第一步是 抓得輕之後 產生一個鎮電 這個鎮電呢 因為有共振的存在 有可能呢 去得到一個 另外的部分 就是鎮電在末端的 經過共振的結果 在反應的發生過程當中呢 這個 雙電被打開來之後 你可以經過一個 這個比較低音化化能 得到這個不穩定的 這個中間體 你也可以怎麼樣 經過共振之後 得到一個比較高的 這個不穩定的 這個中間體 彎庫的中間體 可是呢 這個不穩定 這個能量比較高的 這個中間體 會當時得到一個 比較穩定的長領 這個彎庫的長領 這個相對比較穩定的 中間體 得到的是一個相對不穩定的長領 所以這時候 你就有控制的因素了 如果我今天給你的是一個 不夠穩定的這個能量 不夠足的能量 不夠足的能量的時候 這時候呢 我是滿意要發生的時候 假如炸成第一個之後呢 他只能夠選擇什麼 往容易走的方向 一直往下現行 沒有機會逆回去 可是我今天如果給你足夠能量的時候 他有可能往這邊跑 等下回著他 然後又跑這邊 選擇到一個 我叫我定能的長領 就會跑 到這邊才會回不去 因為這能量太大 我就會回不去了 沒辦法走一個 這個逆回去的過程 所以我們講過 在熱力學的時候 通常我們看的是一個平衡 是一個能量的平衡 在動力學的時候 我們看的是一個反應的速度 它是一個反應的速度 所以當我在找熱力學產物的時候 給你足夠的能量之後 我的反應會在平衡中尋找 找我最有一定的長領 可是我說給你一個 這個動力學的控制的時候 代表我給你能量是不足的 這個時候呢 提供給你的這個反應呢 就算去尋找一個最容易發生的反應 最容易進行的反應 所以最容易進行的反應是什麼 中間體容易拉到 可是容易進行 往長的方向進行 所以他得到 你今天所看到 在彎度跟彎波的時候 是兩個不一樣的這個 這個產率差的非常多 差的非常多 我們現在講的是 彎度跟彎度 在各條答應的時候的 這個合成的這個過程 這個有問題嗎 這樣子的這個反應 會在後面才會出現 這也是一般比較喜歡烤的那一種 熱力學跟能量學控制的一個產物 它有可能是烤你對立口 也是所類似的這個機制的過程 晚一點點時間 我們來把這個 國民電學的關心做的介紹 有 going 是否有的 我們是放在這裡 前面凝固 前面凝固 徐固 它的反應是怎麼發生的? 它會進行一個 在一個這個alytic的位置呢 會進行一個這個domination 進行一個domination 那這個反應要怎麼去進行呢? 第一個,它一定是利用domin 變成是一個br的radical 所以這個domin的atom 它除了用照光之外 照光給能量切斷它之外 還有可能性是什麼? 必用這個所謂aibn 當成是一個起始式式式 什麼叫aibn? 叫aibn 是 就是AIBN的這個基本的構型喔 然後它呢會容易進行這個斷裂喔 經過加熱啊 冷藥的過程都會斷裂 然後掉掉1分子的氮氣 然後形成一個radical 這時候這個radical呢就會開始去這個 這個跟Promin反應一樣 是把手一顆Promin的這個atom之後 一樣是生神一分子的這個Promin Atom 就是Promin Atom 我們要去做嘛 它直接講得很快 所以呢 如果你到這個Promin之後 你的即使物Psychophysic 就會遇到了這個ProminRatical 第二次Promin Radical的時候呢 現在多的是什麼 它要去抓掉鑫 你有幾個鑫可以選擇啦 這邊有一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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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種而已嘛 一個是SP2上的鑫 一個是SP3上的鑫 當然還有一種 旁邊這一種 這三個鑫裡面哪一個鑫會被抓啊 一個是SP2上的 一個是SP3上的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SP3上的鑫 當我用那個鑫進來 我要刷掉這一頭 這一頭還是這一頭 一樣關係到什麼 你的 I think Radical Intermediate Stability 它的穩定性 所以啊 手捲是誰 我 刷掉 它一定維持的性 為什麼 我會得到什麼 然後 他 你 要不要需要 只有他呢 所以 到聽到 Ratical之後呢 我能夠出現 額外軟 控制 對不對 能夠出現額外的控制 六里公里额外的稳定 哪裡來的稳定呢? 它不是剛化半天 那三個呢? 這個賽萬賽度賽區 就到而外的稳定了 所以它會提起共振 然後都稳定了 接下來呢 這樣子的這個radical呢 再去跟比亞度發生滿意 再抓掉 一個比亞 你就得到什麼呢? 比亞的摩托 就是要被....一個 只有一個比亞被他抓走了 又是因為另外一個被摩托 就要我們過去做反應 再去做下面的反應 可在這邊呢? 會有一些問題喔 第一個 我如果使用的是for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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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一個比較大的麻煩 在高濃度的formination的反應之下 這個我們有學過喔 如果是在一個單純的formination的反應之下 會不知道什麼 你會學到這個 為什麼這個擺formination常路啊 記得嗎 這個會打開來跟秀產生一個架橋 三環的攻堅體 就會打上來 回到一個反向的雙鏽加的強力 那是在高濃度的時候產生 所以這個反應的關鍵在哪裡啊 要控制低濃度的秀 要控制低濃度的秀 那是在自己的中間 來自我掛出的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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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呢,就要用到NBS,之後再多出來了 所以考完這時候回來,就可以放NBS叫起 NBS叫起,這個反應不考 好,下次我們考完這次從這邊開始講起 我們從NBS開始跟各位講起說 怎麼控制一個低濃度的秀的產生 往下去進行這個很好的控制 能夠完全生成這個bomination的bomination 好,所以我們下禮拜四,對吧 這應該是要考試的,要記得喔 然後我會請助教借教室 然後再跟你們講,借哪一間 因為這邊應該是沒辦法 我們大概會借一個比較大的教室 然後... 你們都有我學生的Case Group嗎? 有 有沒有沒有的? 沒有的話,可能要跟同學 我換你們... 我也不用你們的E-mail 他往下 可以啊,我有發過我是好像你們沒看到過 真的就是這樣子 我會在...借教室 這間一定會是其中一間 所以... 你們如果... 那個時候要消息就是這間一定是其中一間 你們就過來這一間 然後到時候我會請學生 因為我要在國外演講 所以我學生會幫他安排在哪一間考 所以是這一間之後還有另外一間的 所以你們就回到原來教室就好 然後就告訴你們在哪一間 還有教室這樣,好不好? 好,謝謝